田七啊 这是鲜花插在模范上 田七 我还听说啊 这床踏肩啊 结帅才是受制于人的那个 怎么可能啊 是真的 这消息是从结帅屋里传出来的 结帅在那太一事情的时候 喊得可大声了 真的假的 你说什么 兄长 府中都在传兄长对田太一 怕是不一般 是谁在传言 我要割了他们的舌头 兄长这样生气 看来 他并不知道那田七其实是女儿身 兄长息怒 当时兄长 把田七调到您身边来 不就是想借着田七受宠 让那凶手作礼拿安吗 如今这传言虽然荒谬 但你想 凶手现在 觉得田七如此受宠 他岂会安坐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 莫名其妙的传言 不管凶手 会不会被引出来 你若是再听到这种传言 你直接处置了 无需问过我 我明白 对了 兄长 田七在您身边伺候的时候 您可曾发现 他有什么古怪之处 古怪 我觉得他哪里都透着古怪 不过医术倒还行 你为何这么问 可是发现什么不妥之处 没有 我就是关心一下兄长 毕竟是在您身边 时常伺候的人 那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告退了 好 杰帅 我听说害死郡主的毒药 是当年也在府中当过差的 太医沈青云所致 你问这个做什么 杰帅不是让我查凶手吗 我这不是在找线索吗 那按理来说 这种药方不应该被流传 杰帅您知道府中 谁还知道这种药方的吗 沈大人并未留下传人 这药方早已失传 至于凶手为何会得到 我自会追查 我还听说沈大人当年 也是被蒙冤流放 不准妄言前任之事 你再多嘴就出去 至于凶手如何拿到寸断 下到郡主身上 我自会追查 而你的任务 就是诱出凶手 不要多事 我 我也是想找出凶手吧 杰帅 我们要不然试试耳竹吧 我听说呀 这比艾舅更有效果 更能按谁 你还想试 杰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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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定不会了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已经试过了 我 杰你的扇子 杰你的扇子 杰帅 杰帅 我这不也是为您着想吗 夏天我可以扇扇子 这冬天 我怎么办呀 冬天你便上榻替我暖床 我的意思是 你先替我把床暖好 不是让你陪我睡 小人明白 小人没别的意思 等等 今天不用你伺候了 回去吧 来 我之前就想问你 你身上有一股香味 闻着挺熟悉的 不像是药材的味道 更像是花香 是这个吧 这个是枝子花香 小人小的时候 家中种了枝子花 小人便采集过来 制成香囊 一直挂在身上 就成了习惯 即使到了府内也改不了 你一个大男人 为何弄这玩意儿 满身香气 那一笔满身臭气香的 你 行了 香囊留下 人可以走了 杰帅 您要是喜欢的话 我帮您做一个 我叫你留下 是 小人告退 我就不信 没你 我就不能睡个好觉 肯定不是人的问题 是这个香味 能按神所致 这一天天的杉杉 杉得我胳膊都要废了 累死我了 我 天天 累死我了 他 我 第五 啊 走 不是香腩 也不是香气 难道是人的缘故 怎么会 姐帅 又做噩梦了 老奴换田太医过来伺候可好 不用 算了 让他来吧 是 叶帅 如您所谅 胜手果然行动了 田太医 失踪了 看来 已经有人按捺不住了 封锁每个大门 派人严加把守 带人去搜 就算把府里给我翻了 也要把人给我找到 是 什么呀 姐帅放心 朗贵已经派人把府里封锁起来 不得随意出入 假如凶手真的害了田太医 那他也逃脱不得 那也不一定难了 如果这个凶手 他就是府里的人 若那个田七能等到救援的话 就尽力救一下吧 让我们遵命 小侯爷 属下有事禀报 小侯爷让属下去查田太医的底 刚刚传来田太医失踪的消息 杰帅正下令丰府严查呢 我们赶紧带一队人吧 尽快找到他 是 小侯爷 这事我来办就行 您不用亲自去了吧 小侯爷 我去死了 小侯爷 我去吧 我的事 你让我去 我去 林大一 林大一 快 那边请看看 好 我这儿没有啊 我这里没有 林大一 袁在义 袁在义 什么都没有 袁在义 陈安怀 老子 你也带些人去找 不用跟着我 小船 去 没事 你们两个跟我走 袁大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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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的 袁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